你自己过心 练习 我能引练 这是一个 一打撕 一个非常高级的 没错 而且 多チäd丶 多T 每天有 Lup met 他是练习要感�打 大家更 Bird 辽宁队呢 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这个反正现在 即便在CBA里啊 也比较少见 出来郭爱伦外线三分球 挑战联防 哎这就是你手艺联防 我外边第一攻投进了 挑战你 你还敢再防联防 但现在还真是比较少见啊 现在换盯人了 还真是比较少见 郭爱伦突分 外线从明晨的三分球 机会很好 漂亮 三分命中 这是第二次出手 刚才网续指导也是说 打high low 从那个角度要传里面挺难的 应该从这个葛昭宝那间 乖伦突进来 低手上篮 漂亮 乖伦现在突破了 对他节奏特别好 底线有空切 都感觉亮起 这球想翻过来扣 想扣 我现在这弹跳高度 是没有原来高 那球打进之后呢 是山西队 请求了暂停 两个人的名赞 22 郭爱伦这强点了 帮的还不错 三挑 漂亮 又差一点 最后李小旭补进了 郭爱伦又用了一招 搜马步 对 搜马步怎么拼的 我们想想 已经是投进了第二个 这个争距离了 杨明给底脚 郭爱伦 第一脚三分命中 那这样第一节 郭爱伦是投进了 两个三分牛 两个三分牛 蓝球没有 蓝球被巴斯拿到 后来两个队反击 郭爱伦习惯的节奏 可惜没有打成2加1 然后郭爱伦一个人 就面对所有人的防守 直接抢起 对 25分王转林长军 因为福建队那边的节奏打得也快 得分也不错 福建这个 前面有快攻的机会 直接把郭爱伦扣倒了 直接把郭爱伦扣倒了 郭爱伦现在状态好 报备布朗那球啊 上了还挺及时 以他的那个脾气 刚才应该自己攻了 但是一看郭爱伦在这边呢 你这个手感正热 我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就起来了 郭爱伦 门板巴斯拿到了 中间郭爱伦左手的上篮好球 郭爱伦 这个技术运用啊 是龙多的一个绝招 山西队发底线球出现了失误 我看这表现怎么样啊 郭爱伦挑战一下葛招宝 漂亮 出击速度啊 让葛招宝身都转过来 对 被崇明辰干扰了 山西队还是要立足于防守 对 漂亮 郭爱伦 找到哈德森 这个都该有了 哈德森啊 接球准备投篮的时候 郭爱伦已经扭头宝回走了 拖 吊巴斯 顶不动 郭爱伦外线的机会 好球 三分命中 四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那一线有 穆尔默德公 加上颜蒙飞和 郭爱伦抛头 嘿 漂亮 这又是一高级动作 对吧 都已经感受过了这种恐怖啊 打不 这个折不起的第四节 嘿 二加一 韩德君 对 其实刚才是被 撞了一下 很久才 进入到半场阵地进攻当中 对 然后这个球呢 就是轻伤不下火线 嗯 内线 哇 郭爱伦反击 好球 天哪 没有人员的优势 啊 但是你看现在郭爱伦那团球啊 真贼啊 哎呦 又一个 高级 三分线 天哪 反规 三加一 啊这三分 这个 郭爱伦 在一次进攻中送出了两个能够进十加球的助攻 刚才这是进球的这个 刚才给 李小旭那个球传的也很漂亮 这个球 呃 其实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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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漂亮 神动机器 眼神假动作啊 然后呢看了李小旭 然后空中假传李小绿 手腕一变 哇 好 郭爱伦 还是给到从凌晨层那一点 十六分的分差 给出来 比较郭爱伦对穆哈梦德的防守 仍然是联防 嗯 撤破三分 哇 这个技术是哈登的技术 太棒了 啊 相信郭爱伦一定经常研究哈登的一些技术 好 最后五秒钟 不打了 这也是师徒之间的一次握手啊 因为原来呢 王菲指导在作为中国男篮主教练的时候 就是郭尔强指导他手下的手发子的后卫 对 好 那这样的育兰比赛结束 最终联队是在主场112比102 击败了山西队